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州祈愿 共同举办的比赛 也是邀请了所有的先议的比较优秀的棋手参与 另外他这两年也进行了改革 他还有一个底下的擂台赛 通过打擂台打上去以后 也有机会去下 今年是举办了一个预选赛 好像是有80多名棋手 就是全国各地的棋友 甚至有在越南千里迢迢过来的爱好者 来举办预选赛 预选赛选出前16名棋手 然后来跟男子的顶尖专业棋手来一个对抗 最终决出16名棋手进入决赛 但16名棋手能进的比赛 好像只有来自北京的业余王浩 杀进了八强好像是 对 还是不错的 对 然后今天讲的是决赛的一盘对决 对 决赛阶段由王天一和洪志进行最后的较量 对 他们两个人应该说也在前面下得非常不错 对 因为这个比赛一个是快 另外一个也比较紧凑 对 每方是用时是6分钟 然后一步棋就只加3秒钟 时间很紧张 加秒的时候就说你万一掌握不好就有可能超时了 对 你像这个棋 赵儿那天有空了 我全程没有看 看了几个片段 因为那个赵儿前两天那个其他事也多 然后我看两个片段就看赵欧荣有一盘棋 那盘棋已经输定了 最后又翻盈了 所以快棋这个变数很大 所以说这个快棋也有它的魅力 那么洪志和王天一最近两个人整体上来看 无论是财神杯还是碧骨炎 两个人状况都不错 当然碧骨炎大家知道这个巨角 最后是洪志呢就取走了 对 也是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呢 这个出击旅心 最后是战而胜之 那么决赛阶段呢 王天一呢 第一盘棋呢就很快把洪志呢 赢了下来 对 所以说第二盘棋 现在是要下两盘棋 我们现在要给大家讲的是 就是说的双局制的第二盘棋 对 这盘棋洪志呢应该说志在必辙 必须要取胜 才有可能呢 把比赛呢拖入到加赛 那王天一呢 棋翼风呢应该说比较灵活 他布局的选择呢 也是根据当时比赛的需要 对 他第二盘后手棋吧 顶和就行了 对 洪志呢应该说是比较 长于走先之路 他走的比较多 对 王天一呢一般走足底炮的时候多 但是他这盘棋呢可能是在 只要一合就可以战胜对手的情况下呢 他选择了一个对兵局 也是主动呢避开呢 红方呢熟到 然后双方呢是骑马对骑马 当然红方呢除了骑马以外 他也有多种做法了 有足底炮 还有这个环中炮啊 左右环炮都可以 实在当中呢等于红方呢 武系文唱 他要飞起大象来 这个骑 当然这个可能红志呢 可能觉得走中炮啊 也不容易走出什么变化 还是想拉长战线 对 他觉得反正这个地方呢就是 平稳局面也好 复杂局面也好 终究是超坏起 超坏起呢就是双方呢 还是都有一定机会 接下来黑方走向参境 黑方呢就是 等于跟红方呢 形成了完全一样的 这个布局的阵型 这个也叫学养棋 一模一样 那红方如果马而真四 马而真四 他也马而真四 你居一平三 他也居一平三 居一平三 你对兵他不能再对了 再对兵你先拱过去了 这个地方不能再学了 这学养棋是这样 你不能每步起都学 当该不学的时候呢 你就得提前变招 对 但这个地方呢 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 本质的变化 因为你对了兵 他现在在对兵 红方也不好去不对 对 如果你马自尽了 对方可能有马七六七 你顶他跑出去了 那张老师 那这个布局应该说是 比较稳健的一个布局 这个布局呢 就是双方呢 波澜不惊 对 而且这个阵型呢 就说的一模一样 红方也不容易找到 攻击对方的 虽然是先走一步棋啊 对 但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象棋啊 就是学样棋 跟对方一样的阵型 在试像棋里边 有时候可以 在中炮绝对不行 中炮 比如说猎炮 那你就容易吃大亏 总是在中间的时候 要变招 不能一周前 在这种试像棋里边 是可以的 对 所以这个地方呢 这个红枝呢 就不能按常规的那种走 当然红方这个时候 也可以马上进三 或者走聚酒精一 或者八花瓶酒 反正总之呢 这个时候有多种选择 但是红枝选择的马七六 这周棋也是比较积极的 因为红方这盘棋呢 志在必得 对 必须要求胜 所以他要把棋走的呢 更飘逸一些 黑方走马二斤四 马二斤四 这时候是不是 马二斤三 就不是特别合理了 也可以 也没有原则性问题 他马二斤四 可能是 就是针对你这个河头马 马二斤四呢 就是说我的马 这个位置呢 并不是太好 对 但是呢 限制了红方的 这个河头马的发展 对 它属于就是说 它是一种 也不让你 很舒畅 我自己呢 也别扭着 对 这么一种思路 就是说 比较较劲 红方 跑马平六 打他 黑方正好 居酒精一 对 居酒精一 看上 红方 居酒平八出来 黑方居一平二 嗯 黑方居一平二 这个棋呢 其实黑方呢 也有多种选择 因为高手 这个斗法吧 嗯 它也可以居一平三 居一平三 这么出来 对 如果你打满啊 它居酒平四吃来 你这个棋 你也得不到子 对 居一平三下部棋的好处 就可以足三进一 进行通过了 这个棋要给我走的话 我会更多考虑走 居一平三 而不是居一平三 直接平 对 因为居一平二呢 觉得这个 前边呢 没有什么路可走 那他 王天一呢 可能当时呢 觉得 这个棋啊 还是走简单一点好 对 只要我渡过这个布局的 啊 你这个先手 那么我最终呢 居一不败 就可以说正常比赛比赛 上一场呢 这个洪志呢 发挥的不太好 二十几步棋呢 就被对方呢 这个斩于马下 对 双方也是飞向队挺兵啊 也是一个阵型棋啊 但是没想到 这个散手战二十几个回合 对 也说派起还是很有意思 可能这个洪志啊 上盘棋输的 还迷了迷糊呢 对 没有完全清醒过来 第二盘棋 马上又开战了 所以洪志呢 接下来就走马上去 但是这盘棋 开局 红方还是夺得了 这一定的优势 最主要黑方 还是走得有些问题 所以说这个比赛当中呢 并不是说 我赢了棋 我就绝对好 我招手好 对 我们有的时候呢 也要站在客观的 角度呢 来分析这个问题 比如现在这个棋呢 黑方从棋上来讲 他就应该先走 居走平用 居占类 对 反正你打马 你什么打 你这个炮都是吃亏的 对 他对方吃过来以后呢 你去登这个族 他可以居再逃一下 对 就是说你这个炮 打了以后呢 这边子弟就不协调了 下部棋呢 黑方有居六金四 这种可能 那红方可能会 居八金六 黑方还可以 炮八金一 这么一个互缠的局 继续限制 大家说这个棋 红方也不是很怕 就说你将来捉我的时候 他很大不了我再回来 但是黑方从 争先的角度来看呢 应该考虑走 居酒平用 而时代当中呢 黑方走了一个 炮二平三 直接对居 就说王天一呢 就说他在技术很全面的同时呢 他现在呢 有的时候就很实用 对 就说王天一呢 就说好多旗友啊 对他评价呢 就说也挺喜欢他的啊 这个很追捧他 对 因为觉得他呢 这个反应非常的迅猛 对 敏捷 然后呢 他有的时候旗艺呢 不居一哥 对 大多数旗下的还是很精彩 对 因为王天一呢 他确实走的这个道路不一样 因为他是从我们北京区院 训练了几年 好像又在我们那个 北京少年队训练了三年 对 然后后来他就始终没有进专业队 去走这个常规的这个 队员成长式的这种道路 而是选择了继续读高中 上大学 在高中期间呢 他得到了这个亚洲少年冠军 对 我记得那一年呢 他专门到北京队 请张上宏给他进行指导 这是很早的事情了 对 那都是十多年以前 那个张上宏呢 那个也是呢 不辞辛劳吧 就是说的 陪他下了几盘棋 给他奖上棋 后来呢 这个王天一呢 这个大学期间呢 对象棋呢 始终没有 始终有这份热爱吧 对 他后来呢 又参加几个业余赛 经常参加这个比赛 特别是他有一次比赛呀 他把蒋川人战胜了 当时蒋川呢 已经是 名列前茅的这个国手 是小当当的国手 当然 蒋川也没有得到全国军 大概得过前六名 然后呢 这个王天一这一看 自己的棋还可以 对 这个教练快棋啊 也不比蒋川上差 对 后来就增加了 对这个棋的这个信心 后来呢 又逐步打向甲 通过几年的这个奋斗呢 最终是登上了这个 第一人的这个 定峰 所以说他的棋艺风格呢 他没有走这个 常文远的路啊 他跟这个 全国军的思维不太一样 他比较 信手拈来 他比较呢 这个有时实用 又有时比较凶狠 对 他现在这种走法呢 就是他比较实用 他觉得这个平稳的局面 可能你红志也不好赢我 我亏一点呢 也不让你走太符合了 主要是爬他和棋啊 就能拿到冠军了 所以他有这个角度 并不是说他对这棋不懂 我说这个棋我亏点 他肯定知道这个棋亏一点 亏点他觉得我 应该呢 能利于不败 或者说你的力量 还不足以吃掉我 对 我估计他是这个心理 那红王只能接受 举巴 对的 进九 马斯天 红方如果知识呢 可能黑方会具有瓶六 红方的这个时候选来狙击 这招棋走的也是不错 对 这是一个极限 这时候具有瓶六来不及了 那具有瓶八 你这个马的位置就有点差 只能具有瓶二调过来 具有瓶二是比较安全的 比较稳 然后红方这个时候呢 要因为没有其他好路可站了 当然红方这个棋啊 也有多种选择 这个时候 红方还有炮平衣的选择 除了拘禁一外 平边炮 因为这个局量出来也很大 对 你要马进八 我们就直接马到进五 先驻兵了吗 将来这个地方 我还有可能兵力进一 给你从这边线上呢 进行一个干扰 但是呢 这个拘禁一呢 是常见思维 它具有平衡 对 具有平衡 这儿红方先把这个区呢 亮出头 抢着那好的位置 这个棋呢 也是红方呢 确实是略优的局面 对 毕竟黑方 这个炮平衣三 等于红方这个区 八进九呢 杀了一个回头局 对 可能 就是还是炮平衣三 有点保守 炮平衣三等于是 亏了一步棋 一步棋 因为你区长起来 我平衡对局 那是双方平 对 我区在原位 你就跟我对局 那个叫对窝局 那个家里的局 刚出来 你就跟我对 这个等于是吃亏的 然后黑方走 局二进三 掌局勋河 这个局面呢 就是说双方呢 是非常的平稳 但是平稳当中呢 肯定是体现出水平来了 对 看着好像这个也没什么 这阵型 红日接下来这部棋 就黑方这个马差一点 对 上不去 对 但是这个棋呢 他也怕 比如将来黑方 足三的一对兵啊 什么对调这些 对 反正红方呢 就是要先行呢 进攻 对 对黑方呢 有点威胁 他实战呢 就是走到炮尔金四 炮尔金四 最主要是想炮尔平三 将来局四 近七 对 然后马勒尽四 这是连贯的这个动作 那黑方也只能 马七进八 对 黑方呢 不肯给红方炮尔平三 所以他宁可放弃这个 中族 还有三个族 他不管了 他要马七进八 这呢 就说的红方呢 现在有两个选择 这选择还挺多的 或者吃兵就有两个 吃兵就有两个选择 对 他有炮尔平七 有马六进五 当然这两个 都不是最好的选择 是吗 对 这个旗呢 就是讲到这儿呢 也是进入了这个 终局的战斗 好 各位观众 各位稀有 我们稍后再为您 带来精彩的讲解 好 各位稀有 接下来呢 这个 看我们看红方呢 怎么选择 红方实战当中呢 他是选择的马轮进五 这个登中兵呢 就是红方想求胜的情况下呢 也无可厚非 对 就是说他也属于 正常的一种走法 但实际上这个旗啊 从旗里长来讲 红方是走 局的金次是最好的 直接对这个局 对 因为你 这个局一对呢 你也不能再让了 再让就失先了 黑方只能接受 然后红方走马力次 我们看啊 这个旗呢 进入这种马炮残局呢 红方必然能形成多兵 对 我现在要泡水平起打兵 你足够基因的话 我就泡水平九了 对 如果你马二进四 我可以马四进六 再回来 再打你这个马 那马四进六跳上来 那我可以泡水平七 把你这个三路都打掉 这儿 我必然就形成了多足 对 你还得叫足够基因 我将来还有马路进五的气 再打这个兵 应该说 就是这个四马炮的残局 对 兵也很重要了 就是说这个旗 队员局走到这个局面 红方这个旗呢 应该说有不到两线的优势 但接近两线 接近两线的优势 所以说这个旗呢 就是拉长战线呢 红方也不乏呢 进取的机会 就是他总是有机会 对 黑方的这个旗呢 他呢 得拼认骨手 少兵呢 是不可避免 就是压力也挺大的 其实黑方 但是呢 可能红志啊 觉得这个走法太漫长 特别是王天忆的残局 也非常好 对 因为是越下到后边啊 这个年轻旗手呢 越体现出这个头脑的清醒 对 可能从这个旗的这个对局 我们来看 应该对局是最合理的 但是这个为了争胜 所以就只能这个马登中兵 对 对局是最好的走法 就是红方呢 利于把控 并且呢 可以稳持这种优势 对 将来呢 也有不少的进攻机会 而马六进五呢 看起来凶 但是后续发力 对 黑方接下来先居二平四 对 他这个先捉一手炮 对 你也不肯换马 换炮人家马上进三是先手 对 他将来多了一局次退役 那红方就先知识 然后这个时候黑方 平用途炮 黑方走期很灵活 嗯 这个炮没有用了 就赶紧拆开 反而有炮尽一这种手段 以后 这个期呢 就说红方的位置啊 就这个中马 这个去向怎么走 对 这个很关键 这个地方 我觉得 就是是不是红方考虑走过什么 橘子信七啊 虚晃一枪啊 点心了 但是他可能也怕他橘子平五 对 就主要这个马六进五 多安兵以后 对 一直有这个橘子平五 这个捉马 嗯 这马很尴尬 那正常的思维就是 你看橘子信三 对 但是他捉马 你还是避免不了对局 对 这马没地跑了 对 这儿对了局呢 比刚才的形势呢 要略微的不一样一些 因为黑方可以直接登兵 登兵 在兵族上呢 红方只是中兵过河了 对 但是他的优势呢 还不是那么绝对的 嗯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说红方这个马呢 虽然吃了一个中族 但是位置呢 却不是那么舒展 主要黑方这个炮三平二 这部戏非常好 他就避开你这个队子嘛 对 这个这个以后又炮二进一 这个马反而成为一种 炮二进一 雷坠 倒不是对吧 因为他马不进三 他最主要是 他老怕局的平五 那怕局的平五嘛 他就兵武击了 对 那红志呢 就是见招拆招了 他现在呢 已经没有这个 整体的这个计划了 对 只是走一招 见招 见机形式吧 对 那么黑方呢 这个旗呢 就顺调把红方三路兵登掉 嗯 红方再进局 因为这个中兵虚了 他只能去用鞠去别 黑方把气阻弄过来 目前的形势来看呢 就是说 红方中马的位置呢 还是不太好 对 这个马没有 这个被他这两个炮 给防守住 对 那个马呢 就是不舒展 炮平心呢 也绝对不乱走 他怕他拘损 对 然后红志呢 就是想 卖了一个苦手剂 他想呢 让对方来牵他 先马三机 跳上来 他详细跳出去 他想这两个马连上 对 但实际上呢 这个旗呢 确实呢 还走坏了 对 这个旗可能 从旗上来看呢 就是炮楼坚 比较稳妥 先把自己漆 但是这个旗呢 就是说黑方 正好呢 也有一个平静珠 你这个炮的位置呢 也不是特别理想 如果你打拼 他正好登霜 对 你往这个地方放呢 他将来还多了马亲酒 就是这种可能吧 你怕我跟他 他有聚八腿一捉你 对 这个主要这个 红方是必须想拼命的时候 对 就说这个二楼炮 二楼炮呢 这个子的位置呢 有一点别扭 如果你打掉 他马自进四 你再打 他马自进五 这个棋呢 就是说 红方的子力呢 还不够协调 黑方还是有周圈机会 但是一个炮楼坚二呢 红方还是 对 黑方有很多的考验 还是保持略优的这个局面 对 但他时代当中呢 这招棋呢 他是琢磨什么呢 我看他可能是想这个计划 他是希望对方走 进居 以后有这个炮尔坚四啊 有这些棋 对 这个棋 红方啊 就马上有一个闪 橘四进五 马上就闪开了 马上就准备登你 那橘四平五吃马呢 这个棋呢 你就上当了 他马虎进三一跳 他把你狱抽了 知识也来不及 你走什么 他都炮尔坚五 知识也有个炮尔坚五 对 你走什么 他都炮尔坚五 对 没办法 因为橘四进阵杀棋 一打马 他一将就抽回来了 对 那正好有个点击的巧招 对 但这个棋呢 实际点出来呢 黑方也不是很怕 他可以狮子进五 对 赶紧先防守一步 你只能蹬出去了 蹬 他再把你蹬 这个棋也关系不大 但是黑 但是红方这两个马 就舒展了 对 舒展了 尽管这个四脚炮受威胁 但是他也不用管那么多了 对 总之 黑方这个马也是很差 红方是希望黑方走这个旗呢 他有这么一个闪击呢 好把这个旗展开 这是红方的想法 对 这个快旗 这个也是想的这个很深远 所以说呢 时间这么紧 这个战术啊 在王天英面前呢 倒不是很难 对 他也很敏锐 他就不理你 他不就是 因为你居傻 我就先把你读冥灯了 对 因为他 王天英的这盘棋的任务啊 比红志要简单 他合了就可以 他只要顶合 对 所以呢 这个红志啊 在重压之下 这个旗就走得有一点变形 对 然后这个子里怎么办呢 还是展不开 然后再倒角啊 倒角争取 这时候这个中马能回来了 对 终于连上了 但是呢 黑方赢得了时间 他把自己的旗呢 完全补好了 对 然后他就开始了 卓有成效的反击 然后他第一步 橘子语霸 这样呢 对 开始反击 因为你泡一动 他就底线僵 有泡河金色 这是我们 冷眼就能够 一眼就能看到的 对 变化 那红方只能泡二平气了 对 他 他是不是泡二平三 这个赶紧 泡二平三呢 是稳一点 交换一下 我刚才说的 只能呢 是陷阱在什么语气 就是红方要想争胜 对 如果走这个 那么对方就简单的一将 你落实他就金炮打你 你电鞠就电了 然后他就把你中兵登了 这个字就放光了 这个鞠正好卡着 这个保护中兵了 对 那他就将你 对 你落实他金炮打了 还是连续式的先手 对 你电鞠呢 反正他对了以后 他就马其退伍登了 这个棋红方也不好赢 黑方想和棋 就很简单 所以说红方呢 硬着头皮呢 明知不可为呢 也只能强行出击 要拼命了 因为他和呢 跟最后的结果是一样 那黑方就马上已经死 正好都是先手 那红方只能走一个马 那他交换 登掉 再登掉 这样呢 通过转换呢 就是黑方先把那个 弱把呢 把你活泡换了 对 你对他威胁不大了 这棋 当然黑方呢 也是有这样的手段 可以这样一阵 他也不太好电鞠 只能落势 但是呢 黑方呢 这个时候呢 他发现了 这个更加凶狠的走法 就是直接走泡花瓶酒 泡花瓶酒的作用呢 他就是不再单纯防守了 对 他准备这个边兵 打了以后啊 对你红方呢 这个比较空虚的这个右翼啊 就采取行动了 那红方这个马三级 马五退七这个战术 好像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这个自己的右翼 反而这个有点空虚 这个呢 就是说 红志呢 是 必须要赢下来 然后这个棋呢 就走得有点变形 这个效率上来看呢 太重复了 这个马太迂回了 马三进五 用马五退七倒脚 盘带过多 影响这个速度 是 那黑方呢 补了势以后 这个鞭炮一平 现在开始反攻了 那红方为了中兵不丢 就先拱过去再说 还是走得很凶的 那红方 黑方这正好打边兵了 对 打边兵 这个边线呀 这个突破啊 确实这个 比较头疼 他这个不好走啊 对 因为这个 那他只好 拘回底线 对 只好这么防守 这棋冷眼一看呀 好像也看不出 特别明显的棋 但是王天一啊 就是说 他的这个瞬间的反应 还是非常快的 对 他走得挺快的 这两步棋 他可能提前呢 已经计划好了 他直接走一个 下部队三 加强这个攻势 他下部准备走 泡泡瓶酒 这个是大手笔的 这个调度 对 这招去一出呢 红方这个棋 应该说 迎期无望 对 就是这个棋 就正常来一下的话 这不输就是好事 就是红方这个棋呀 就太被动了 因为红方的 整个右翼啊 已经被红 被黑方的这个 重兵合围了 对 已经挡不住了 这正好落相 还防止红方 马七信九这种 那红方反正 也没办法吧 他就 他也就把兵飞了 他看这个棋 反正也走不出什么 高招来了 先把对方物质 先吃掉一个再说吧 看看快棋 有没有一些 这个反击的机会 然后被黑方 泡了成九 对 一瓶 现在准备沉底 这个战术挺厉害的 对 这个炮六瓶一 好像也拦不了 炮六瓶一 人家最简单 进马一登 然后下部炮平三一打 正好有个打霜 又打门弓 又打马 所以这个棋呢 飞高向以后呢 又带来新的弊端 你落下人家就登 登完以后 就卧槽啊 扣中炮啊 到处都是棋 对 那这个棋呢 他如果走 居四金六的话呢 黑方也比较简单 他都不用 足足金六了 就一将 一落势 一尘里炮 准备抽紫 你只能居四瓶一根 对 人家炮就平六 把这个赤打掉 对 到处抽 这个红 主要红方 就是组织保护攻势 对 与伤帅 就再打相 对 因为红方是没有 金五脸 所以这个棋 就很痛苦 这 应该说 这棋不太好防守 黑方呢 也是盛势 黑方的优势 也比较大 那这个既然 跟不上后炮 这个真是 也没办法 对 他索性就 居四平三 捉一下马 对 他想这个 反正倒倒脚吧 看看黑方 给不给他机会 那黑方呢 人家马是 向中路 走 就是越走 这个位置越好 现在还有这个 同时 炮就平三 炮就平三 这是一个决心 红方呢 反正忙碌 能让炮了平三 这正好补一首棋 对 因为这个地方呢 他确实也守不住了 因为这个炮就平三 这个太厉害 对 这步棋 就是直接得 不太好防守 炮就进三呢 他也挡不住了 这个左右 因为你看 如果轮到这边走 这是连杀 一将 落势 他有一个G8对1 你只能电鞠 然后他马 左右挂 都是挂死 对 所以这个地方呢 炮就进三 是第一个威胁 第二个威胁 炮就平三 这两个 已经不好兼顾了 对 红方呢 没办法 只好马齐进五 先把马五推六 这点先封住再说 对 可以放局霸间二 他进局桌 可能马五推六 稍微顽强一点 但是反正 对 形势呢 也是江河日下了 主要红方这个 哎呀 这防守也防守不住 他马五推四 对 那么这次财神杯呢 应该说 还是得到了 很多其有的这个关注 对 大家凡是有时间的 这个上网啊 或者手机上网 都很方便 对 然后呢 就是这个 寄局在互联网上吧 在这个视频里边呢 来收看高手的这个对局 但是我觉得美中不足的 就是包装呢 还不够精美 就是说包括布景啊 还有这个 我们那个运动员的 那个服装啊 就是说的 我们可以弄得更好一点 他这个已经是 第五届这个财神杯比赛了 第五届 但是今天这两天 这个赛制非常好 对 一个是吸引了 很多外围的选手 去参加预赛 对 另外呢 这个比赛节奏很快 也说给了我们广大 齐迷一个这个 跟高手决战的 这么一个机会 对 也非常的惊喜 对 这点已经很难 防守只能落势了 那么也希望 更多的财神杯 这样的比赛呢 更多的比赛 通过视频啊 通过互联网呢 传给给大家 就是说大家也可以通过 互联网呢 上网去看 对 现在的这些很多视频呢 网上都可以找得到 一将 红方也只能退市 对方巨八瓶都一捉 一马不能动 马一动就挂脚 出巨 红方只能上帅 那么王天忆用 非常简洁的招法呢 一举锁定这个盛势 对 从而摘取这个 财神杯的冠军 对 退炮一将 因为你下摔就吃马了 他只能逃马 要巨六瓶八 黑方巨六瓶八 很老练 也不着急 这些杀棋 一饱 黑方炮九瓶八一桌 那准备一将抽居 对 红方一躲居 黑方一躲居 那么走到这儿呢 红方看 大势已去呢 就主动认负了 对 那么应该说 王天忆呢 在最后的会计当中呢 还是体验出 非常高超的这个水准 那么也祝贺天忆呢 再次夺得了 这个财神杯的冠军 对 同时也希望大家呢 继续关注 我们更多的 更好的象棋的比赛 以及象棋的这个 解说的这个节目 感谢大家的收看 朋友们再见 好 再见 感谢大家